为什么会诞生RTX2080 Super这样一款替代卡 首先RTX2080 Super显卡作为RTX2080的替代者 相比RTX2080的严格而言 它从RTX2080 Ti身上继承了全规格的图灵框架104芯片 光是这样的动作就意味着这款显卡并不平凡 在基础性能比较上 RTX2080 Super相对于RTX2080在基础频率方面 从1515MHz提升到了1650MHz Lost频率方面从RTX2080 FE版的1800MHz提升到了1815MHz 而高达15.5Gbps的显存频率 这个远超于RTX全系列14Gbps的数值就意味着显存带宽 相对于RTX2080增加为496.1Gbps每秒 不光如此 RTX2080 Super的各项综合数值仅次于RTX2080 Ti 远超于RTX2080 综合起来超高的性能 一点的价格 让RTX2080 Super成为了一张一卡之下重卡之上的游戏显卡 如果你想在4K分辨率下以最高画质体验游戏 并且接受不了RTX2080的高价 那RTX2080 Super作为RTX2080 Ti以及RTX2080的替代卡 FRIPAMPISHUAN 完成优优独播并 travaille FRIPAMPISHUAN